大家好,我是蒂姆都督 我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 课文中鲁迅先生写自己儿时的回忆 写他当时是如何用竹筛去抓麻雀的 我小时候就一直想用这个方法去抓一下麻雀 但是长大后也没实现 虽然这里没有麻雀 但是我有猫啊,对不对 那今天我就要用鲁迅先生的方法来抓猫 这个抓猫的方法鲁迅先生是这样写的 下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鼓,放上几条长绳 人圆圆的牵着,看鸟却下来着实 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 好了,那课文中的这个短棒呢 我们就用砖头来代替啊 线嘛就用这个毛线 竹筛呢就用这个大箱子 底下呢绑上点泡沫免得砸伤猫咪对吧 那个鼻鼓呢就用这个猫咪最喜欢吃的这种小零食代替啊 最近不是有什么吐槽学生课本中有假故事吗 鲁迅这个故事我验证过肯定是真的 除非鲁迅吹牛 好了各位大功告成 但是我刚刚发现露娜在旁边 她好像看到我制作陷阱的整个过程 不过我赌五毛,她肯定不知道我要抓她,好吧 好了那接下来在这个箱子里 撒上猫咪最爱吃的鼻鼓 看看鲁迅抓鸟的方法 到底能不能抓到猫呢 开始 好了鸡尾全部准备就绪 我要把钟达给放进来了 啊 啊 怎麼還沒來啊 她在幹嘛 看來魯迅先生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對吧 我只要一拉這根紅線 就能順利的抓住它了 不過也沒必要拉吧 對吧 好 露娜 抓獲成功 下一個 露娜 你可以出來了嗎 碗裡已經吃完了 這麼多丁食 但是她還是不肯出來 還要填碗 要光盤 露娜 出來 你已經通過測試了 下一個 喂 她不肯出來了 歪歪歪歪 好 接下來是奧利 走 奧利 5點 1點 3點 2點 2點 3點 100人 他先把门口的那个零食给吃了 哇 压力就压力了 好嘞 成功 太散了 压力 你就这么就被抓住了吗 被抓住了还有胃口吃 鲁血牛逼 好了 你可以出来吧 出来 出来 兄弟 不要呆在里面了 已经成功完成了挑战热物 走吧 好了 那最后我们要捕抓一只 引号 中间野生动物 对吧 他拥有豹的速度 豹的智力 和豹的野性 他就是我们的小豹豹 鸟鸟鸟 但是鸟鸟鸟呢还未成年 他不能吃那些大猫吃的零食 所以我们里面就放一只鸟 看看他会不会被抓住 好吧 去 喂 焦焦 你来找我干嘛呀 有点 最后我们都要留下 偷尼ople 还会不会被浅灭 这里是白色的 舅舅进去啦 我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能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道具抓获这三只猫对吧 所以说呢多读书还是非常有用的 通过鲁迅现实的一篇日记 你就能开出这两样神奇的脑洞对不对 说不定这个还能抓狗啊抓猴啊箱子够大说不定还能抓住马啊大象啊都是有可能的 好那么这期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脑洞请底下留言给我 如果我觉得这个有趣而又不伤害猫的话我就会拍成视频好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喜欢给点赞投币分享爱你们哦 顺便再点个关注吧 娇娇 娇娇 娇娇出来了娇娇别在里面了 哎出来了 哎出来不肯出来了 那你就在里面吧